欢迎收听摩天记第七十六回 英俊青年看的这个情景不禁机灵灵的打了一个寒颤 二话不说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金色葫芦拿出往身上飞快的一拍而去 刹那之间一层金蒙蒙的光幕浮现而冲 哈哈哈哈 加兰师妹我知道你的天赋童树有莫大的威力 但是我这张碧念符可是专门防御精神之力的攻击 你现在的梦魇之体对我可没有多大的作用啊 是吗 我倒也试试这碧念符是否真的会有这么管用 加兰站在原地未动只是美目中的紫光骤人之间大声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角色少女仍然站在原地未动 英俊青年却已经倒在了离他七八丈远的石台外 身上的金色光照虽然尚存 但人已经口吐白沫 深陷昏迷 等胖老者飞下了宣布获胜者之后 角色少女当即无声转身而去 回到原来番旗下 全场鸭雀无声 这位挑战者一开始看似信心十足 但只不过刚走出几步 就受到了加兰同树的影响 行动直缓了起来 虽然说他顶着碧念光照 勉强向前继续行进 但是一步比一步走得吃力 胖老者略微就知青年一下 让人把他抬下 接着宣布挑战继续 下面一个人直接选择挑战断残组 但其不敌那漫天晃化的黄色带影 最终被捆了个接点失事 只能是无奈认输 到了此时石川才终于走了出来 指名挑战排名第八的一名 面容丑陋的灰袍青年 此青年在以前鄙视中 曾经召唤出一头 已经有继练到白骨层次的白骨人魔 外加还精通一门 报骨秘术 可以将一块块事先继练好的鬼骨 化为阴雷公敌 实力着实不弱呀 否则的话 先前那些挑战者 也不会没有先找上此人 而是直接挑战柳明 等一干新弟子了 如此一来 除了少数人 大半人都不太看好石川的挑战了 但那二者真的一交起手了 却让所有的人都打吃了一惊 石川除了一开始 放出了那条银链状的灵气 护住了全身 还立刻召唤出了一只 传闻当中才听说过的魔头飞炉 这魔头外形啊 酷似一颗男人的头颅 方一现身而出 就立刻现出滔天魔威 满头长发一动 就将那头白骨人魔撕裂粉碎 更是本体漫天飞动不停 就将对方所有爆骨所化的雷火吞噬一空 接着 此魔头一个闪动 就出现在了灰袍青年上空 再烧一张黑颜缭绕的大口 就将灰袍青年逼得是乖乖的认输了 二人整个的争斗过程简单至极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结束了 如此快的斗法外加出人意料的胜负结果 虽然而然让观战之人又瞠目结舌 玉台上的众多灵师 一见飞炉这个魔头的出现 也是一阵骚动 鬼师兄 你胆子还真大 竟然敢将你们一脉封印的飞炉这魔头 现在都交给门下去去了 不过这魔头如此霸道 我等门下除了几人有一战之力 和其他人恐怕都是没有办法抵挡了吧 鬼师弟 你竟然将那魔头交给了石川 是不是有些太貌似的呀 这等本宗几乎仅次于九英的魔头 就算你来驱使都小心他的反噬 更别说区区一名灵徒弟子了呀 掌门十分凝重 掌门师兄放心 此魔头已经被伏魔链锁住魔魂 除非说能自行挣脱这件灵器 否则的话只能任川而驱使 要不如此 我们三人又怎敢将此魔头 轻易的交给他使用啊 石川的轻易取胜 人家原本提着的心 总算是放了下来 伏魔链虽然厉害 但是你弟子的法力修为 毕竟浅薄了一些 居使此魔头 还是有不小的风险的 你回头多叮嘱一下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轻易用此飞炉来对敌的好 石兄放心 回去后我自会多加盯住 就在这个时候 楚旗却眉头一皱 掌门师兄不用太过担心 这飞炉纵然说厉害无比 但是每次去使都要耗费 大量的精血才能安抚 移民领土所有的精血 也顶多只能催动一两次而已 想不到楚师弟对我们一脉的一模之术 竟也十分的了解 鬼师兄 你过奖了 小弟只是多看了几本相关的点击而已 盲鬼宗掌门闻听此话 脸上神色一缓 其他人听到这里 心中自然也微微一松 如此一来 明天的十大弟子排名站 石川顶多 也只能再动用一次飞炉 自然就无需太过担心 挑战继续 不过到了现在还未出手的几名挑战者 大多呢 是对自己信心不足之辈 虽然几个人硬着头皮上场 但自然是纷纷大败而归 甚至其中一个人又挑战柳鸣一次 结果其数十道锋刃 被一阵连绵攻击过后 就轻易的一击而溃 你用此飞炉来对敌的好 石行放心 回去后 我自会多加盯住 就在这个时候 楚旗却眉头一皱 掌门石行不用太过担心 这飞炉纵然说厉害无比 但是 每次去时都要耗费 大量的精血 才能安抚 移民领土 所有的精血 也顶多只能催动一两次而已 哼 想不到楚师弟对我们一脉的一模之术竟也十分的了解 嘿嘿嘿 龟师兄你过奖了 小弟只是多看了几本相关的点击而已 盲鬼宗掌门 闻听此话 脸上神色一缓 其他人听到这里 心中自然也微微一松 如此一来 明天的十大弟子排名站 石川顶多 也只能再动用一次飞炉 自然就无需太过担心 挑战继续 不过到了现在 还未出手的几名挑战者 大多呢是对自己信心不足之辈 虽然几个人硬着头皮上场 但自然是纷纷大败而归 甚至其中一个人又挑战柳鸣一次 结果其数十道封刃 被一阵连绵攻击过后 就轻易的一击而溃 你用此飞炉来对敌的好 石川顶放心 回去后 我自会多加定主 就在这个时候 楚奇却眉头一皱 掌门石兄不用太过担心 这飞炉纵然说厉害无比 但是每次去时都要耗费 大量的精械才能安抚 一名领土所有的精械 也顶多只能催动一两次而已 哼 想不到楚师弟对我们一脉的 一模之术竟也十分的了解 哼哼 鬼师兄你过奖了 小弟只是多看了几本相关的点击而已 盲鬼宗掌门闻听此话 脸上神色一缓 其他人听到这里 心中自然也微微一松 如此一来 明天的十大弟子排名站 石川顶多也只能再动用一次飞炉 自然就无需太过担心 挑战继续 不过到了现在还未出手的几名挑战者 大多的是对自己信心不足之辈 虽然几个人硬着头皮上场 但自然是纷纷大败而归 甚至其中一个人又挑战柳鸣一次 结果其数十道封刃 被一阵连绵攻击过后 就轻易的一击而溃 大败而归 甚至其中一个人又挑战柳鸣一次 结果其数十道封刃 被一阵连绵攻击过后 就轻易的一击而溃 转眼之间剩下的挑战者中 就只剩下了那名叫古绝的光头大汉 一个人了 只要他也挑战过后 整个第二楼大笔也就算结束了 顿时台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 古某木台 对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胜算 那就请白师弟下来指点一下 他挑战的对象赫然也是柳鸣 柳鸣虽然已经被挑战过两次 但因为距离上次挑战 已经休息过了两场 并且法力也没有在比试中消耗太多 虽然不能加以拒绝 既然古师兄如此说 那小弟只能应战了 话音刚落 他就向擂台中心处走了过去 高空中的胖老者 一见古爵和柳鸣 摇摇相对不禁嘴角一翘 目中的伤过了一丝诡异的神色 但是口中却毫不迟疑的宣布 二折比试开始 玉台上龟如全见此情形 脸色不定有些难看 古爵虽然前面几天比试中 只出手不多 但每次都是轻易获胜 明显的根本没动用权力 这怎不让龟如全 一下子为柳鸣大为担心呢 要是柳鸣在这个时候 被踢出了十大弟子之列 恐怕整个九英一脉 都要无比的憋屈了 而和龟如全最为不合的楚旗 见此情形 则露出了笑嘻嘻的神色 下方擂台上 古爵骤然袖子一抖 顿时一条粗大的练魂索一卷而出 在一个盘旋而回 就化为了黑色的长袍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然后不仅微微一画 两手骤然一握成拳 刹那之间一阵嘎嘣嘎嘣的爆响之声 从他的体内传出 神气一下子猛涨了半头有余 接着大汉阴沉一笑 再单手一掐绝 从体内冒出了一股股的黑气 绿意卷动过后 化为了一道道黑色灵纹紧贴长袍之上 下一刻 黑色长袍表面黑色流转 竟又幻化为了一副长满了道次的黑油油的骨甲 几乎将身去的每一寸地方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接着他在一张口 喷出了一团血光 一手将其一把抓住 直接往面孔上一抹而去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光头大汉 脸上的血光大放 竟多出了一张鲜红似血的鬼脸面具 此面具上露出的双目 哼的一声 竟泛起了两团闭幽幽的鬼焰 原本还看似正常的大汉 一下子就变得阴气逼人 宛如真正鬼物 想鬼术 台下有认识的 柳明一听这话 神色一动 隐约记得自己似乎在什么地方 听过这个名字 好像说是一门 能将鬼魄之力 临时和自己结合一体的高深秘术 不但修炼起来复杂无比 能真正修成者 那更是稀少无比啊 他的心念略微一转 脸上的神色当即就变得 异常的凝重了起来 开始将对方视作一名真正的大敌了 他猛人一拍腰间的皮带 顿时呢 一股黑气一卷而出 一头树尺大的巨大的骨蟹 在其附近地面上顿时闪现而出 接着在手腕一抖 将体内的法力往铜环上狂注而入 嗡嗡之声一响过后啊 一只近似实质的黄色的光盾 在手臂上一闪而现 他刚做好这一切 对面骨爵 却已经仰手发出了一声 不似生人的利好啊 接着丹族猛然一踩地面 身躯就仿佛石胆一般的朝着柳鸣 积舍而来 柳鸣双目航空一闪心里一动 旁边的骨鞋一个模糊挡在了身前啊 再两手一掐绝 一枚枚风刃瞬间浮现 微微一唱过后 就化为了一道道轻光不停击石而出 砰砰之声大作 飞射而来的光头大汉 竟然对这些风刃是不闪不躲 任凭他们一闪斩在身躯 但其身上骨甲似乎是坚硬无比 所有的风刃纷纷反弹而开 只在骨甲上留下了一道道细小的白痕而已 光头大汗的身躯 只是微微一顿 仍然夹带着一股恶风飞射而来 柳鸣见此脸色一沉啊 对其枪扑到尽前的对手 不管不问 只是两手一盒再一分 一道竖枝长的巨型的风刃 就开始凝聚而出 与此同时呢 挡在其前面的那头骨鞋却苏地声 化为了一团绿影 赢了上去 光头大汗一声大喝 抱拳就是西空一击啊 一道往口粗的黑鸣 当即从拳头上气势汹汹的一脚而出 骨蝎一声怪名 两只巨傲往生前一挡 黑鸣一卷撞到了巨傲之上之后 顿时轰的一声 鬼物就仿佛不得二一般的倒飞了出去 那黑鸣中竟然用含了莫大的距离 将骨蝎轻易的一吊而飞 骨蝎咕噜噜噜的在远处几个滚动过后 就突然绿气一卷的不见了踪迹 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 六名巨型施法完毕 两手一抖 中间那道巨型的锋刃就发出了爆鸣之声 启启而出 喷闭一声 巨大的风阵一闪过后 瞬间将黑气一展而开 但是其中用含的阻力也让他的速度围着一环 就在这个时候 他喊的身躯一动停在了原处 又从对面狠狠的击出了一拳 扑闭一声过后 拳头上黑蒙一闪 突然覆盖了一层黑悠悠的骨抢 同时 舍不闭上的丝丝的黑气浮现而冲 再往腿骨上一涌而去 竟然化为了一只持续长的黑色的巨拳 并一闪击中了对面射来的巨型的锋刃 轰闭成巨响过后 巨拳锋刃锋刃同时一铃 一股气浪四卷而开 同时向后微微一退 巨大的锋刃的青芒 黄闪几下过后 又一下子寸寸破裂而开了 黑色巨拳 表面浮现出一阵颤抖过后 也溃散了 露出了藏在里面的黑悠悠的骨拳 只见骨拳的表面 赫然多出了一道淡淡的刃痕 并在四周黑气滚滚一涌而入之后 飞快的弥合如初 接着大喊一声凌笑 另一只手呢通然冲着柳明这边虚空一抓而来 扑的一声 其身前黑气滚滚一凝 晃化出了一只模糊不清的黑色的巨招 所有半丈大小 一抖之后就发出了破空之声 从对面一抓而去 柳明脸色一变 手中的法觉骤然一顿 顿时之间 五六颗赤红的火球 一下子击射而出 一闪及时过后 全部都化为了滚滚火焰 击中了巨招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黑色绿爪 在炙热高温中 宛如冰雪一般的迅速融化 最终化为点点黑气暴力而开 这一幕 让原本信心十足的光头大汗 微微一正 当忽然一声滴吼 台族冲身下地面 哼狠一颗 轰的一声啊 一股无形的枕波 从其足底处震荡而开 附近石台表面凭空裂开了无数的裂缝 但几乎同一时间 嗖嗖两声 两只巨鸥竟在碎石飞箭中飞出 对大汉两只小头一见而至 竟是白骨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用前提树 顿到了大汉身下处 并发动了骤人一击 从那快如闪地的动作来看 刚才大汉登足踩踏 放出的无形的震波 对其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或者说根本没有造成影响 大汉虽然说是提前发现了骨鸭的存在 也明显那是低估了他的厉害 但是如此一来 光头大汉就陷入了被动之中 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一声怪叫 顿时附近的黑气往小腿处滚滚一凝而去 原本覆盖的黑色骨甲一下子凭空 又凝耗了几分 哼哼两声 两只巨鹅狠狠狠地夹在了大汉两只小腿上 让其表面骨甲顿时脆响 裂开了几道深深的缝隙 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的碎裂而开 可是马上呢 大汉一声冷哼啊 一条手臂只是一抖 一道黑色的皮链从中激势而出 只是一卷就将两只巨鹅全缠了个结结实实 在反手一抓黑色皮链猛人往回狠狠一扯 顿时一股令人难以想象的距离一涌而出 白骨蝎虽然厉害 可是并不以力气见长啊 几乎在距离极深的瞬间 就身躯一颤 同时台下被一拉而出 直往大汉处一飞而去 而早有准备的光头大汉手臂一动 一直被黑气包裹的拳头 就直奔白骨蝎一倒而去 此拳尚未真的擦上 表面呢就骤然黑气一凝 凭空多出了一根半尺长的锋利的骨刺 竟打算一击就冻穿白骨蝎的头颅而过 可就在这个时候 骨蝎呱的一声尖叫啊 就拉扯过来 身躯尾部一动 吱吱吱声大作 十几根黑线一闪提示 大汉吃起手臂一凉啊 表面一下子多出了十几个黑色的血洞出来 里面咕噜咕噜噜的血液是流淌不已 击出的拳头和骨一麻之下 更是无力的从骨蝎身旁一擦而过 并片刻之间僵硬而起 再也没有任何感觉了 而骨蝎尾钩 再次一个模糊 又幻化出了十几道黑线击齿而出 大汉惊怒之下 一声低吼 另一条手臂忽然一个模糊 竟无止一把扯住黑色皮链 往地上闪电般的一摔 哼的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像啊 整个石台都是微微一畅 白骨蝎大半身躯 则就此深陷台上的一个碎石坑中 虽然说看似还算完整 但是这全身松软的 再也没有办法 哈起来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祭第77回